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拿TensorFlow帮咱们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 咱们要去做一个线性回归的模型 那么首先我还是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咱们一会儿这个代码要做一件什么事 首先我会在咱们的数据上先选择这样一条直线 也就是一个y等于wx加b 然后在这条直线上我会生成一些数据点 也就是说在这个直线附近先是随机的选择一些这样圈圈的数据点 这些圈圈数据点其实它有这样一个分布的规则 它都是分布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y等于wx加b这条线的周围上 然后咱们就让咱们的这个TensorFlow去建立一个回归模型 让这个回归模型去学习一下 什么样的w还有什么样的b 能够更好的去拟合咱们刚才构造出来的这些数据点 好,那么下面咱们就拿这个代码来实际的演示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用TensorFlow完成这么一个线性回归的模型 首先呢,我就是说这里我先需要构造出来一些数据点吧 这里呢,咱们选择了1000个数据点 然后呢,对于这1000个数据点 咱们构造的时候有着这样一个规则 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数据点的横纵坐标 横坐标就是这个x 这个x呢,咱们是进行一个高斯的数值化 我们看这里是一个随机的高斯数值化 也就是说呢,让它以0为均值,0.55为标准差 这个y呢,y的就是说 咱们这个y啊,是不是说咱们一会儿要构造出来这个线性回归模型 让咱们去学习一下这个w和b啊 所以说当咱们构造数据点的时候 咱们也不能构造的太离谱吧 咱们要让这些数据点啊 是在一个直线的范围区间上小范围的浮动 我们看,y等于什么,y首先它等于一个w乘x吧 在这里咱们让咱们现在设置数据点的w等于0.1 一会儿呢,咱们就让模型去学习一下 看一看咱们的模型能不能学习到这个w是等于0.1的 然后呢,咱们让这个b值啊 先给它设置成一个0.3 咱们一会儿也要让咱们的模型去学习一下 什么样的b能够更好的去拟合这个数据 但是啊,就是说咱们设置这个数据点不能说咱们就构造出来一条直线 在这个直线上构造一个数据点 那是来说有点太容易了吧 所以说啊,咱们对于这个重坐标的选择啊 就是这个y值选择 咱们又加上了一点分布的啊 就是说在这个y等于ws加b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小范围的浮动 我们看这点也是加上了一个高四分布 这个高四分布呢,是以0为均值 0.2.0.3为这个标准差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可以把咱们刚才构造的数据啊 先给大家画出来 咱们从这个图上看一看 咱们刚才构造出来的这个数据啊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下面这个运行结果啊 就是咱们刚才构造出来的数据 其实啊,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符合着 就是说 它是不是符合咱们一个y等于ws加b的一个分布规则啊 我们看 这条直线它是一个y等于0.1x再加上0.3吧 只不过说呢 咱们刚才代码上是又加上了这么一个随机的一个分布的规则吧 这样一个正态分布吧 咱们加上了一个额外的值 所以说呢,导致啊 咱们现在的数据是偏离这个直线 有的在直线上面,有的在直线下面 咱们现在构造的数据啊 可以说是大概符合一个y等于0.1x加0.3的 在这条直线附近上进行一个小范围的浮动 好,那么现在咱们把这个数据构造完了 有了数据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构造这个线性回归模型吧 让线性回归模型呢 帮咱们学习出来 咱们这个数据它是符合一种什么样的w 还有什么样的b 好,那么首先呢 咱们就是说要构造一个模型 咱们是不是说 要构造这个y等于w加b啊 咱们首先需要把这个w和b进行一个变量的初始化吧 咱们上一节课也是给大家说过了 在tensorflow里啊 咱们怎么样进行一个变量初始化 是不是咱们要用这个tensorflow点variable啊 就是说tensorflow给咱们定义了这样一个规则啊 咱们要按照人间定义的规则来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说咱们先构造出来一个w w来说啊 它就是一个一维的矩阵 我们让这个w啊 先进行一个随机的初始化啊 咱们不能让这个w值啊 直接取零 咱们首先呢 一般来说啊 在机器学习的任务当中 咱们需要对这个权重项进行一个随机的初始化啊 就是说 一开始先给它一个随机的值 我们看咱们是用一个tensorflow点random啊 就是说咱们在这个-1和1的区间上选择那么一个随机数来当成咱们这个w矩阵的一个初始值 这个是咱们进行一个w的初始化操作 那么b呢 b啊跟w其实是一样的 咱们也是用tensorflow点variable先初始化这么一个b的变量 但是啊 就是说在机器学习任务当中啊 一般来说咱们对这个w是进行一个随机初始化 一般来说啊 咱们对这个b就是进行一个长量的初始化 比如说让它等于0啊 咱们就可以用tensorflow点serrons 咱们构造出来这样一个serrons矩阵 它这个矩阵呢 也是一个一维的 因为呢 咱们一会儿就是简简单单的用一个ws加b去拟合这些数据点 有了这个w和b之后啊 咱们要做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要用这个w和b去估计一下咱们的样本的一个重作标啊 也就是说在咱们知道这个xdata的情况下 咱们要预测一下它的一个重作标 预测一下它的y值等于什么 那么这里呢 咱们先建立这样一个回归公式啊 就是说y等于w乘上xdata再加上b 但是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说 咱们现在的w和b咱们是不知道的呀 咱们刚才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随机初始化吧 那么怎么办呢 咱们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w和b 那么咱们需要干什么呀 咱们需要对咱们的模型啊 进行一次迭代的优化吧 在这里呢 咱们就引入了这个loss loss是什么 loss是一个咱们当前模型的一个表达效的估计 咱们要用这个loss值以及一个t度下降的方法 t度下降 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吧 咱们要用这个t度下降去不断拟合这个数据点去学习一下这个w还有b 下面咱们就看一下就是说tensorflow里咱们该怎么样定义一个loss function呢 在这里咱们是用一个均方差 均方差什么意思啊 y是咱们的预测值 y data是一个真实的值 咱们要看咱们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一个差异 这个差异咱们还要再加上一个平方向 在tensorflow里咱们就用一个tf.square 就是说用人家tensorflow给咱们定义好的一个计算的函数 来去计算一下这个平方向 平方里边算什么 平方里边算的是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一个差异值 算完了这个差异值之后啊 咱们还要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还要算一个均值啊 在tensorflow里它有一个reduce mean 用这个reduce mean呢 帮咱们算这么一个均方差的项 也就是说啊 咱们用一个均方差来去表示 咱们当前的一个loss值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有了loss值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要来做这个t度下降的这个事了 t度下降咱们该怎么做呢 咱们就不说这个t度下降的原理了 咱们就直接来说 在tensorflow里啊 咱们该怎么样去定义一个tensor 怎么样去定义这么一个t度下降的优化 求解的办法 在这里啊 咱们是调用了tensorflow的一个train模块 看这里啊 就是说tensorflow点train 掉它train模块里面有一个 gred 有一个t度下降的最优化的一个求解的办法吧 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咱们直接掉tensorflow里边train 然后呢 掉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啊 咱们需要指定一个参数 这个0.5什么意思啊 这个0.5就是咱们指定的一个学习率啊 这个东西啊 大家可以自己指定 比方说学习率大点 你可以设置成个0.5啊 小一点0.01 0.001都是可以的 咱们可以自己设置这样一个学习率的参数 有了这样一个求解的优 最优的求解的办法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要拿这个求解的办法 去训练咱们的这个线性回归的模型了 在这里咱们就用这个automizer 就是说 让它去进行一个最小化 最小化什么 咱们让咱们刚才构造出来的 这样一个优化器 去最小化咱们这个loss值 就可以进行一个t度下降的求解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流程啊 这个流程首先来说 咱们先构造出来这样一个预测值 y咱们的预测值等于什么 有了这个预测值之后啊 咱们算了一个loss等于什么 算完loss值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用t度下降进行求解啊 咱们先把t度下降这个东西啊 给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t度下降咱们这个优化器拿到手之后 咱们就让这个优化器啊 去最小化咱们的loss值 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训练的过程了 这样就是说 咱们完成了咱们的一个定义的操作 完成了咱们这些定义的操作之后啊 咱们要干一件什么事啊 是不是tensorflow里啊 咱们还要定义一个session啊 在这个session里边实际的去做这些事啊 看这里啊 就是说咱们先定义了一个tensorflow的session 在这个session里呢 咱们先进行了一个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啊 这个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说这点大家不要忘 在全局变量的初始化里边啊 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要每一次进行一个迭代了 这里呢 咱们先打印了一下初始值啊 就是说咱们刚才不是随机构造了一个w和b吗 咱们先来打印一下 这个随机构造的这个w和b 它们的值分别是多少 以及呢 当前这个loss值是等于多少的 这个值啊 咱们都是可以算出来的 大家需要注意点 就是说咱们这个w等于什么 w啊 咱们是在这个session里边掉出来的 我们看是掉了一个session runw啊 咱们直接在这里边 就比方说咱们直接写一个w啊 它是打印不出来值的 所以说呢 咱们要按照tensorflow 给咱们定义好的这个规矩 在这个session里去掉一下这个run 就是说掉一下这个w 才能把这个w值啊实际的给它打印出来 然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迭代了 这里呢 因为咱们构造的数据啊 非常简单 所以说呢 咱们只是简简单单的执行 这么20次训练 就可以完成咱们一个迭代任务了 在这里呢 Full Step 因run之20 咱们进行20次训练 20次训练 我们靠session.run run的是什么 run的是咱们这个train吧 这个train什么 这个train就是咱们刚才定义好的 咱们该怎么样去求解这个模型 咱们去转一下这个train呢 咱们就可以不断的进行一个迭代的求解了 每一次啊 看这是咱们一个复循环吧 在复循环里边 每一次训练一次这个train 每一次训练一次 每一次再训练一次 那么咱们在这里啊 把每一次结果都可以打印出来 最后呢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样一组最好的w和b了 下面咱们可以运行一下啊 底下打印出来的 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运行的结果 咱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一开始这个w值啊 取的是0.6 然后b值呢 取的是0啊 咱们刚才一个初始化值 后面打印出来的是它的一个loss 咱们就来看它的一个规律吧 就是说随着咱们的迭代进行了 咱们这个w和b是不是不断在发生变化 这个loss也是在不断发生的变化的吧 咱们现在说一个事啊 就是说咱们最终希望这个w和b啊 求解出来参数最接近于什么 是不是要最接近于咱们数据点的一个分布规则呀 咱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给这个数据点是不是定义了一个分布规则呀 咱们构造点的时候让这个y值 也就是咱们要预测值吧 它是等于0.1x再加上0.3吧 也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啊 要看一看咱们训练出来的这个w 能不能接近于0.1 能不能接近于这个0.1 这个b呢 能不能接近于这个0.3 那么下面咱们就一定要往下看 随着迭代进行啊 咱们看 是不是这个w值啊 越来越趋近于这个0.1啊 b值呢 是不是越来越趋近于这个0.3啊 也就是说咱们的模型啊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线性回归的模型啊 确实学到了咱们当前数据的一个分布的规则吧 从这个loss也可以看出来 loss一开始还是比较大的 越来越小吧 也就是说咱们模型的表达效果啊 随着咱们的迭代效果是越来越好的 那么下面呢 咱们还可以把咱们刚才啊 构造就是说网络训练出来的这样一个w和b 给它构造成一条直线啊 就是这个蓝色的线 咱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这个蓝色的线就是 它当前啊 最能够拟合咱们的这个数据点的一条直线了 也就是说啊 咱们这节课啊 给大家讲了一下 在TensorFlow里啊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啊 这里呢 咱们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构造了一个线性回归的模型 其实啊 还是蛮简单的啊 只需要定义好一个你计算的loss function 然后呢 在你这个loss function里边啊 你选择一个求解的方法 一般来说啊 咱们用这个t度下降是比较多的 其实呢 这个TensorFlow啊 它已经实现了很多种求解的办法 但是啊 我是推荐大家用这个t度下降啊 因为咱们一般情况下 用这个啊 求解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有了这个t度下降之后啊 咱们就定义一个t t等于什么 t等于咱们的优化器 去最小化这个loss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塞身里啊 不断的进行迭代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线性回归的模型了 对啊 咱们的优秘 咱们的优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